接下来准备好我们的鱼 主角要上场了 来 这怎么处理啊 我们的鱼 这么完整的一条 我们来把鱼排给取下来 从鱼的腮帮子下面 大概是一点钟的方向 一点钟的方向 下一刀 好 下一刀 好 慢慢来 不要急 小心不要切到手了 切下去一刀 你是不是感觉到 有个东西抵在那里 那个就是骨头 不用把骨头切断 接下来呢 尾巴 尾巴再切一刀 切了一刀以后呢 我们就把刀尖呢 贴着鱼肉 进去 你就会发现呢 它是沿着骨头切 然后边切你可以边翻 你就会发现肉出来了 就会慢慢地被骗下来 好 慢慢来 不要急 老师稍等 我再切一片 好适成双嘛 所以煎两个鱼排 可以 非常好 然后剩下来呢 不是有个鱼骨吗 剩下来都不是骨头吗 这骨头就我们拿去熬汤了 好 就可以煮鱼汤 留下来煮鱼汤 就非常好 切好之后呢 我们把皮朝上 皮朝上 OK 皮朝上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动作呢 在鱼皮上面呢 画出大概六到八刀左右的这个浅刀 如果你的鱼比较长一点 你就继续往下切 没有关系 有点像我们蒸鱼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画了这个刀纹 另外一片也是差不多 我们最主要是让鱼皮这个部分呢 能够把味道给吃进去 对 所以我们就是画上那个浅刀就可以了 进行到了这个步骤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发现切那个刀 浅刀的时候特别不好切 我知道为什么了 就是因为你们的刀子可能不够利 刀不快 确实不快 对 为什么有音乐出现呢 什么意思 开始放音乐了吗 为什么 是为我们喝彩吗 所以做菜都有音乐 还没有做好音乐 已经提前出了 刚才是为了庆祝大家把鱼给切好了 我再放了一段音乐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鱼来做调味了 所以就是盐跟胡椒 撒在 轻轻地撒在鱼的表皮 里面都要撒 因为你不可能说只让鱼皮有味道 鱼肉没味道 鱼肉鱼皮撒上薄薄的一层盐 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好 我们希望鱼吃起来还保留它的鲜味 而且盐会分解蛋白质 所以让那个味道更棒 现在就可以准备好你们的煎锅了 好 我们准备好一个平底锅 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大概一汤匙左右就好了 不要太多 不需要很多 然后把火开纹火 中火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经常听到大厨说 油三分热 五分热 七分热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三分热是什么样的状态 七分热是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锅 就会很方便 因为它这个红点 所以显示状态 是吗 它这个红点只要变成了石心 就代表油已经热了 差不多是180度左右了 好 接下来我们刚才不是切了一些大蒜吗 对不对 还剩了一点 我们把大蒜放下去炒 好 我们就用这个温的油去爆它 好 不需要太火太旺 火太旺的时候 那个大蒜容易焦 好 我们大蒜这样子慢慢地炒的时候 煸炒的时候 有没有开始表面会成为一点金金黄黄的 焦黄色 有点焦黄了 好 如果有焦黄 而且那个味道非常香的同时呢 我们就把这个菜倒到锅里面去 全部倒进去 声音出来 然后同样是小火啊 好 同时之间呢 我们给它一点生命 盐 盐跟胡椒 差不多就点了一点点 一小撮 其实就是调味 继续翻炒 非常少量的油 所以你的菜呢 炒起来呢 它那个油正好包裹在这个青菜表面 浅浅的一层 对 菜也很漂亮 对 就像大酒店炒出来的菜一样 是 油亮油亮的 炒完之后呢 你觉得你的菜已经熟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上面啦 我们只要确保这个青菜 它保持它的爽脆 它是熟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过度的烹炒 好 因为这个青菜嘛 你炒太久了 它的这个叶绿素 氧素 全部都没了 对 也不清脆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锅子 有点脏 拿个纸巾稍微擦一擦就可以了 你看完全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 没有过多的油 如果你要擦的话 就稍微拿个纸 然后有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颜色在上面 就稍微你看 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好 连洗都不用洗 稍微拿个纸巾一擦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倒入 色拉油 再倒一点色拉油 对 那现在的色拉油呢 大概是刚才的两倍 等于说就两汤匙左右 好 为什么不洗锅子 你的锅子的温度都还在 所以你现在呢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把锅子重新又热起来 所以等于说你做完一道菜 马上又可以做另外一道菜 是 很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先煎鱼的话 再来炒菜 鱼不是有鱼腥味 对 就得再洗一次锅子 对 所以你看我把顺序颠倒过来 先炒菜 所以老师这个 这个做菜的程序 非常科学 而且效率 最主要是减少大家的烦恼 最主要是经验 对 有时候这个逆向思考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好 好 好